炎炎夏日,垃圾只要放在家里超过一天就会发出臭味 那么您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座四层楼高的垃圾山 处在户外已经超过五个月,会有多臭吗? 这样可怕的景象,前阵子就出现在云林县斗六市 而事实上,不只是云林,各县市的垃圾大战近几年时有所闻 但问题是,环保署的数据告诉我们 台湾每年的家庭总垃圾量大约420万公顿 而全台24座焚化炉,一年应该可以处理高达650万公顿的垃圾 也就是说,全台的垃圾焚化炉,要处理完所有的垃圾 应该是游刃有余才对 为什么还经常会有垃圾围城的戏码上演? 究竟我们的垃圾焚化政策出了什么问题呢? 8000多公顿的垃圾堆成一座小山 戴两层口罩都挡不了二臭扑鼻 陆港知名景点小半天也遭垃圾袭力 全台有19座焚化炉运转 竟有太多垃圾失控堆滞 这些都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我说实在是很无力竿 我们被35%它三具的这个处理一样 而让我们一些家户垃圾进不来 家户垃圾烧不去的真相猫的是什么 所以大家看到前面那个铁架那边 就是原本我们整个封密闭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这边除了有围墙之外 我们这边还有家庄监视器 那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这些垃圾已经是堆到路面上来了 站在35度太阳底下 我们戴两层口罩 还是闻到浓厚酸臭味 眼前一座高达四层楼的垃圾山 堆到快垮下来 其实每天都提心吊胆 像金门的部分它堆了一千多吨 就已经有澡气烧了两次 我们这边有八千吨 所以每天到了下午下雨的时候 反而是我们比较安心的时候 无奈一旁竟有第二座小山 逐渐拔地而起 这个临时转运站 当时设计最多容纳400吨垃圾 但2017年3月到7月短短5个月 却已经失控堆到八千多吨 20倍的垃圾像汇堤般地冲垮防线 公共卫生的问题 接下来豪大雨的问题 风台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我觉得实在是很无力感 但垃圾为何会堆滞 来到云林县政府的 虎尾垃圾转运站 探究原因 只见一座约400吨的底扎山 处立在前 原来云林县内没有魂画炉 委托代烧的高雄市 现在不收代烧费 但要求他们每代烧一顿垃圾 要运回1.8吨的底扎 因为扒秋前是在别人县市 在别人县市的同时 我们是感谢他 那这部分 其实没办法就是接受 就是把一双方式进行复会 他们不收我们的处理费 那我们就把所谓的那个 按照比例把那个底扎运回来 总气运回进6000吨的底扎 另外还堆置在口湖 谷坑等地 斗六市拒绝县政府 底扎堆置的要求 垃圾柴煤送出去烧 堆积成山 你说底扎 合理的底扎 这个是 OK 的 但是这个底扎要让我们很清楚 它是安全的 究竟备受质疑的底扎 是怎么产生的呢 回溯到1991年之后 台湾垃圾处理以焚化为主 掩埋为辅 目前全台有19座焚化炉运转 我们前进台中的文山焚化厂 追溯根源 这个厂区目前已过使用年限 和其他18座焚化厂 集体面临设备老旧 得太旧换新来演绎的关卡 使得多数焚化炉 有时得暂停运作 运转时间缩短 偏偏乌漏风雨 焚烧的效能竟也下降 议会或者什么 就决定说你这个炉是什么事 设计900只烧气 600多吨 效能下降是怎么回事 我们跟着带操作厂商 到轻道区观察 中午过后 隶属地方政府的黄色垃圾车 陆续进场 将收满的家户垃圾卸下 但不久后开进一辆绿色大车 载满木材等废料 它载的是来自民间机构的 一般事业废弃物 而他们将和家户垃圾一块烧 环保署当年就是宣布了一件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把一般事业废弃物送到红浩尔来烧 早期的一般事业废弃物去掩埋 后来政策改变的时候把它送进来烧 因为环保署认为没有 就台湾没那么多地方可以买 这个是唯一的比较改变最大的就是这两样 一个我垃圾变得比较干燥 少了厨余 少了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有收一般事业废弃物了 就是环保署的政策的关系 2001年之后 台湾的垃圾回收分类有成效 加户垃圾焚烧量大减 焚化炉释出容量 于是开始代烧一般事业废弃物 原本设计烧加户垃圾的焚化炉 燃烧形态改变导致效能下降 焚化炉也是一个 我们政府投资的一个公众的一个公共财 所以如果它有余力量 当然来协助烧一般事业废弃物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为了让这个焚化炉 它的功能能够 或是它的效能能够充分地去发挥 想不到当初政府维护公共财的美意 竟衍生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魔鬼藏在价格里 焚化厂烧加户垃圾 每顿约收一千元 而一般事业废弃物 一顿可要价两千元起跳 价差一倍以上 甚至一粒一休之后 竟有限市喊到四千元 这个涨价空间 让焚化厂收一般事业废弃物越多 营收越高 因为很多焚化厂 它为了要增加它的收入 所以它也开始接受很多的 这些所谓的一般 叫做我们叫做一般事业废弃物里面的 比较跟我们生活垃圾 比较接近的这些垃圾 那这些垃圾一进去以后 马上又所有的焚化厂都满了 你看现在所有的焚化厂 全部都满载 根据统计 近十年来 台湾每年平均 650万吨的垃圾焚烧量中 加户垃圾约占65% 一般事业废弃物则占了35% 被35%它占据了这个处理量 而让我们一些加户垃圾 进不来 一些没有焚化炉 或是有焚化炉还没有营运的县市 就八个县市 没有在营运中的焚化炉的八个县市 垃圾量进不来 一番回答直指核心 台湾垃圾烧不完的关键 是焚化炉使用分配不均 尤其本末导致 一般事业废弃物因为缺乏砖焚化炉 竟然排挤到加户垃圾的出路 雪上加霜的是 环保署没有调度权 让垃圾问题拉紧爆 2017年1月底 终于增订废弃物清理法 往后焚化厂的优先处理加户垃圾 文化炉的县市先处理它辖内的垃圾 第二个它去处理 它已经有跟外县市合作关系的 垃圾处理合作关系的这部份的垃圾 那接下来如果还有余意量 就接受中央的调度 调度其他的垃圾进来烧 这下垃圾烧不完的问题看似解决了 但垃圾真的就此消失了吗 其实依赖焚化炉的台湾 逐渐烧出了另一个战场 走到焚化流程的末端找答案 我们闻到阵阵类似垃圾的酸味 长得像泥土的细粒 从焚化炉的出口倾泻而出 这是底渣焚化炉烧不掉的东西 而每100吨垃圾焚化后 会产生15到20吨的底渣原料 往哪儿去呢 它们将被再去给为外的底渣再利用厂 净化成安全可再利用的底渣产品 以及帮底渣产品找出路 但时间要回到2016年 走进台南市安南区的这处余温 堆得像座小山的土石突兀地映入眼帘 更夸张地就在土石旁的积水 已经变成红核色 以侧水直管呈现不正常的碱性素质 硬成底渣再利用厂 将14多万吨底渣产品 非法弃制在台南安南区 而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 让民众对底渣产生疑虑和恐慌 我们的市民就问我一句话 它说如果底渣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大家免费帮我们收入手 还要修赏 主要修赏 如果底渣是没问题的话 这个东西大家会抢的药的 如果它是一个产品的话 是一个有用的产品的话 底渣变得棘手 民众放大解释 搞到云林县政府连堆制点 都要超低调 这一回我们得靠着口胡乡 后错村的在地农民 成潮一带入 才找得到堆制底渣的隐秘地点 所以这东西来到 我们的份 2017年3月开始 云林县政府陆续运来 近2000顿已处理的底渣产品 画面上您看到 我们脚下踩的其实全是底渣 你说这后要再打 这个枝也是再打 因为这都要再打 我们的工业都不合 因为反正大就开始在这里了 你要看这么近 再打下去 我在那里做五土龙 我在那里扬地已经扬过了 现在打下去我就不敢 再往前 我们闻到刺鼻酸臭 原来是底渣流出的黑水散发的 你如果看它的水 你看这个 够恶透了 你如果看水都变整个这样 你如果从底渣水远下去 这是非常严重的 最让居民不满的是 县府没做好隔离措施 不仅会污染土壤汗水 粉尘也会吸进人体内 现在走完来的那里有没有 还被控制有没有 它才去这里扣 如果看 尼士 本来说没有扣 基于秘書说这边扣 扣过英居这里正面的五岁 说这有毒 这个今天就水来扣 因为没有去 以前都没有那个 身为媒体来报 这些底渣 直接没有 以不透水层铺底 然后没有加盖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然后也没有涉污水的设施 就直接堆放在这个土地上面 露天堆放 这个是很危险的 因为会直接渗透到地下水 甚至污染我们的水源 居民的担忧起来有自 细看底渣 居然内餐焚烧不完全的废弃物 难怪让人怀疑 是否是没经过净化的底渣原料 会汤子 会铁 你看这个塑胶 什么都有 这是费轮胎的 那个黑黑的费轮胎 你看看这个塑胶 六个就有 玻璃啦 三米十个就有 你看看这个整个 不要浸到那个粉线很多 底渣里面的这些 有毒的成分是 所有垃圾的溶锁 无盐的土壤 已默默被底渣污水染黑 未来污水也极可能流向 才十公尺远的尖山大牌 没有隔离设施 确实很难交代 即便环保局对这些检验合格的 底渣产品挂保证 但还是很难想象 这个生态之乡的农木用地 如今和底渣几乎零距离 我已经放下了 已经不能再放下了 因为这污垫 风气中污垫也好 水源是污垫不太紧 但是在后面 你放下了 你说你没毒的 你是没毒也没毒 人消费这种想法 你的汇如渣在这里 人家会想法 种种之一不禁令人猜想 焚化炉启用的二十多年来 底渣都到哪去了呢 其实有些事情 不是说我不怕面脱落 而是说实际上都在做 您也知道嘛 这个去年那个 某家公司发生问题之前 大家都在做啊 都在用啊 为什么大家没有问题 底渣到底是环保所说的 没问题的优良资源 还是烫手山蜜呢 这个终极垃圾 会不会形成风暴 我们必须揭开每个环节 一一来探查